我現在要跟各位介紹的 離柏安婦展科有點距離 不過是很夯 而且你只要開車過去一定會聞到一股 養樂多的香味 然後你會看到很奇怪 有一個店面外面排了一台 一排兵制車在買這個 這個叫做桂圓高 這家店其實從民國延年就有了 所以換句話說 他可能比你我都老 他這家店已經有一百年了 一百多年 有中華民國就有他 不過他是一直到中間他經過 他一開始只是賣那些結婚的那樣大廳 後來中間改賣那個洪屁哥 洪屁哥就是格仔的意思 那一直到1989年民國78年 算起來是30年前 29年前不到 他才發明這個 讓他們店裡面歡生的一個 其實這個他們剛開始做的時候 生意也不好 不好吃 後來他們不然想到一個什麼念頭 就把養樂多整排的 到24罐倒下去 就發現茶也好吃了 所以有傳言說 他們一年的營業是善意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他們已經錢多到可以贊助棒球隊了 這個還蠻 他現在有點漲價 他以前一盒是150啊100嘛 而且是沒有包裝的 沒有 沒有一開始是100 一開始10個是100 一顆10塊錢 那現在10個是150啊180 那他其實 我的了解啦 我覺得所有吃的會有名 其實就是誠意啦 我覺得裡面 他的櫃眼 他的櫃眼號稱是從台南東山運過來 每天要烹飪要200到300公斤 一開始是他們 他們家後面有一顆龍眼樹 我們來實際拆一個 你看這個櫃眼膏 其實他好像現場買有不 不不烘裝的嘛 他有跟 有包裝跟沒有包裝的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嗯 哇 有剪刀嗎 剪刀剪刀剪刀 我來切切面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 他的成績的一面 他的成績一面 第一點就是他裡面都是單 養樂多 因為彰化的養樂多 是一個我的親戚賣的 他們家是大戶 他們養樂多拿過來就直接倒下去 所以應該是改做 桂圓 桂圓養樂多高 上面這個是 應該是核桃 這樣一顆18塊錢真的是還蠻 我們看一下切面 來 桂圓蛋糕 來 大家看一下切面你看 這個桂圓是不是多到跑出來 這是桂圓 來 你們吃看看 你拿過去吃 OK嗎 有養樂多味道嗎 這桂圓味道很足夠 不是那種 這一種 我很喜歡買這樣一盒 他以前現在的包裝 已經有比較文青了 已經有比較文青了 現在的包裝是這樣文青的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是我們小時候在吃昂骨粿有沒有 那你知道嗎 這是昂骨粿下面那個 這是木頭做的 所以他們現在經過改良 不然以前 你去買的話 也沒有這個主包裝 就是一盒一百 我記得一百五 這樣子 像這樣一盒是一百八 沒有兩百 兩百啊 兩家 兩百 對 那他們堅持 他們以前堅持不在網路上 他們沒有分店 那後來他們覺得 我覺得他們後來又做了一個這個桂圓糕 這個也是 我 他們非常喜歡 他們說是質地非常的細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他們的附加產品 等一下我還要 非常的細膩 這個有點日本的那個 這是綠豆糕 我非常推薦 你去看這個還有 這個一定要冰 一定要放冰箱 這個我很少吃甜點 我的長輩說吃得非常的細膩 這個我很喜歡買送給親戚朋友 或者是朋友 這個非常 這樣一盒是一百五 八個 一百五 其實他們家的東西都不會說很貴 這個 這個如果說拿起名店 比如說 什麼山丘的 這個已經又是三百塊 四百塊了 這是桂圓糕 這就我跟大家推薦 所以我今天跟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你如果 開過去這家店 你就 你車窗搖下來一定會聞到 你應該會聞過 會聞到一股非常濃的桂圓糕 好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介紹 請注意 不過它是在張南路的二段169號 他們家對面就是大竹衛生所 所以你如果開過去看到一個派廁所 就是這 很簡單 你車窗搖下來 聞到一種很濃的洋樂多的味道 然後一有一排賓士車 排在外面準備要買就是他們家了 以上介紹